321同志请注意,以下是发给你的指令,请记录 903584,224903,945764,768764,372504 321同志请注意,以下是发给你的指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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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叫他去什么地方 那他可能被 设计院什么事给缠住了吧 他会不会回北京去 为什么要回北京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会不会总共把他 弄回北京去呢 你想 魏局长都亲自搞了 恐怕不是没有人 我跟你说啊 不该你管的事 别瞎猜 那天我在他那儿 碰到一个人 谁啊 张小伟 朱学峰的小舅子 你说你跟我说的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张小伟是我的高中同学 他一直都在城河工作 我在他那儿碰到他 按他的说法 他跟老许是在城河 设计院认识的 因为喜欢机油 所以混得很熟 但我觉得这里面 也有些奇迹 你想 朱学峰刚刚叛逃不久 老许又突然失踪了 这个时候又冒出了一个张小伟 张小伟他说什么了吗 没说什么 东南西扯的 不过 他对朱学峰的身份 好像挺感兴趣的 他知道朱学峰判逗的事 好像不知道 这些天好像你没去看徐婉宇 干什么呀 什么意思 如果老许真的被总部 弄回北京的话 我想 他也许会知道 属于 先走 好 抓紧时间 你先说 我是台湾102企刀机关的 一直做外勤 以一个菲律宾贸易公司 驻香港办事处的民意工作 黎莎是我的上级 我这次来广州 就是想借此机会 和你们接上关系 弃暗投明 理由呢 我妻子 你妻子 对 我妻子马上去美国留学 她的老家是广西的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她都一直盼望着 能回老家和家人团聚 现在 她得到了一个 去美国加州大学读书的机会 如此一来 她认为她的愿望 就有可能实现 所以我们上订 她如果到了美国之后 我们就一起回到大陆 这倒是一个 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妻子安全到达美国之后 我就会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 条件是 你们必须保证我和妻子安全地返回大陆 并给我们提供一个恰当的地方和工作 我们既然是做交易 我们既然是做交易 你总得让我看看 你拿什么给我做交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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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台湾方面 准备重新启用这条通道 目的 是想把一个人弄出境 那你来广州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协助一个人返回香港 什么人 具体身份还不清楚 对 对 就是他 公主 接个活 行啊 为什么要再见面啊 时间提前了 为什么 感觉有点不对劲 好吧 但是 还要再等另外一个人 怎么回事 还要再带一个人回去 这不是原先的计划 别啰嗦了 准备好两个人的东西 我走了 怎么又都带一个人 照他说的做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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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说你呢 您叫我 我是公安局的 请出示你的证件 有问题吗 跟我走一趟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因为你长得像全国的通缉要犯 走 快去 快去 不是 是个误误 快走 不是 你肯定是认错人是吧 齐殿是错的 你要到了公安局以后才能放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你们家厂的那个人 少废话 你怎么在这儿 看你这够笨 你来个大路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我跟了你一天了 就怕你被咬着 快走啊 快 你怀疑肖剑 你怀疑肖剑 我们入境以后 本来一切都很正常 可有几次 他都故意想甩开我 接着 我又莫名其妙地被带到公安局去了一趟 说是护照出了些问题 可我认为 那是他们故意找茬 我怀疑 这是大陆的人 故意给肖剑留出自由行动的空间 在这期间 他都见了什么人 干了什么事 我就无法知道了 那周福林他们呢 他们没什么 可当初说好只弄一个人出来 怎么突然变成了两个 弄一个只是宝本 弄两个就是大转 那个姓周的又是什么人 这个你就不用知道了 好吧 你马上离开香港 小剑呢 我来处理 好 终于睡了个安稳觉吧 我在那边睡得也挺好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朱学风 我可是给你耽误了 可子二腰依然杳无音信 这就不是我的错了 朱学风没帮上你的忙 你那个叫老鬼的情报 不是说了吗 朱学风在那边的处境 的确很惨 我能指望他帮上我什么忙呢 是啊 可是他现在回到了香港 我们 就还可以在他身上再下功夫 干什么 朱老板 请坐 请坐 走了 朱先生 你怎么到现在了 我这儿来找你的 找我 什么事值得你大老眼的 跑到这儿来找我呀 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你可别忘了啊 当初你回内地 可是我帮你的忙了 你也别忘了 当初你回内地 你也别忘了 当初是你把我交给罗建成的 在这件事情上 咱们俩听了 我找你是为了另外一笔账 这下 你可以向毕主任汇报啊 成功地策反了共产党的 重要情报人员 这可是一个 多年不遇的收获啊 我不着急 为什么 现在还不能相信这个朱学风 我倒是认为 他没什么问题 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 你 什么意思 你跟朱学风一起折腾了一回 我当然相信你的经历本身 就可以说明清楚 不过 那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那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 我不光是投了资 还给你签了线 现在你发了 就没有想过要还我的钱 给我分红 你以为你把我弄回内地 你就不欠我的钱了 董老板 这事啊 好商量 董老板要是够意思 就把该我得到的全都还给我 这样咱俩才做真正的两清 如果你要是想赖账 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反正我现在是亡命之徒 什么事都不怕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亡命之徒 什么意思 我是从大陆逃出来的 共产党说不定哪天就会找到我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条命 你要是不信 就拿你的那条命来和我赌赌 赌命 我为什么要和你赌命呢 好了 既然你到了香港就来找我 证明我们还是朋友 这样 你呀先在我这儿干着 欠你的钱我一分不差的都会还给你 来 兄弟 这个呢你先拿着 等咱们再做几笔生意啊 什么都有了 来 喝酒 先生 这是您要的肉酱液粉 蓝美琴已经跟你说过了吧 是 我这次回来 身份和过去不一样 我知道 只有出现紧急情况 我才会通过蓝美琴跟你联系 放心吧 先生请慢用 好 那个姓朱的在你那儿怎么样 你指什么 你说呢 哦 一切都正常 除了每天跟我的手下在那儿私混以外 还真没见他和什么人有过接触 那么肯定 肯定 她的情绪怎么样 说实话很不好 一天到晚愁眉苦脸 失魂落魄的样子 你想 老孩子又在内地 毕竟我和她有个多年的交情 有的时候 我还真挺可怜她 别在我这儿装好人了 人家到了这一步 毕竟她妈也有一份 知道就好了 继续把她给我看见 有什么异常立即通语 那你为什么还不在见面 不是你们把她从大陆弄出来 这是我的事情 我说你是专门负责把人压上车的 对 我的任务是带一个班的士兵 在半夜十二点之前 把他们交给行刑队 接着说 大概在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带着人 去了保密局的监狱 其实 那不是什么监狱 只是临时关押了一些人 我到那以后 把他们三个人压上车 我就离开了 还记得那三个人的名字吗 记不太清楚了 是 是 是两男一女 那女的好像叫 叫何夕 那两个男的 这记得不太清楚了 这记得不太清楚了 好好瞧瞧 有一个叫 叫叫蓝什么呢 蓝星 对对对对对 没错 叫叫蓝星 那你能肯定这三名人当天晚上是一起被杀害的吗 应该是吧 我没看见 我没看见 没看见的事情 我们是不敢乱说的 你认为 你认为 这个计划不可行 这个计划不可行 需要有一些调整 毕主任把计划上交安委会之前 是得到你认可的 而且这个计划 是以你们两家的名义 共同制定的 这个我知道 但是现在有一些新的线索 什么情况 我的人刚从大陆回来 虽然没有找到紫二妖 但是意外的有一些紧张 我们找到了一个叫陈俊逸的人 通过对过去档案的查证 已经确定 他是紫二妖小组的骨干成 通过他很快就会找到紫二妖 通过四面青山错而定 错而定 声音开得这么大 也不怕吵得人家邻居 真是 你去哪儿 这道组织正是学习 不去不好 去了少说话 多听 好好好 真啰嗦 好 好 去哪儿 那边 那边 听到吗 有点 小心 你能听到吗 在哪儿 我可以玩 你来啦 我有一天 你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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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